还意外地发现 一觉睡醒后 她竟穿越到了游戏世界 实现了前世转生成 反派大调解的梦想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明明一直在做反派的行为 可偏偏身边人的好感度 却在不断往上涨 最先改变的是生活作息 原本的爱丽西亚 只会懒懒散散度过一天 可自从女主穿越之后 她第一时间就按照脑海中的剧情 找到了自家的三位哥哥 请求学习建树 哥哥们还以为又是一时兴起 于是对女主提出一个要求 为了能够挥建自如 就必须锻炼身体 若是你能坚持每天 一百次仰卧和五十次俯卧撑 那么一周后我就会教你坚守 女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请求 哥哥们认为自家丫头 肯定完成不了便没管 殊不知现在的女主早就不同往日 在体力训练之前 她打算先去学习魔法 这个世界的魔法 只有贵族才能使用 最基本的属性便是暗火光风水 五大贵族分别代表着一个属性 而女主出生的威廉斯家族 擅长的就是黑魔法相关的暗属性 但即便贵族出生也必须学习 于是女主来到了图书馆 然而绕了整整两圈半之后 她都没找到任何一本魔法书 无奈她只好先看看 关于这个世界的其他书籍 不知不觉间就看到了晚上 她沉浸在这个魔幻世界 各种新奇的知识里 就连女主自己也不敢相信 一天之内她竟读了十几本书 还丝毫不觉得累 看来这副身体是个名副其实的天才 事实也确实如此 晚上女主第一次做肉体训练 好不容易完成训练后浑身酸痛 可到了第二天早上 她的身体居然已经完全恢复 而且还轻松完成了一次每月训练 之后的日子里 女主每天都泡在图书馆 肉体训练也从每天51次次提高 直到第七天 女主已经能轻松完成500次的俯卧城 身边的家人都对她的改变非常惊讶 就连父亲都问她最近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女主对此的回答则是秘密 一切都是为了以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反派 完成约定后 女主本打算去找哥哥学习剑术 却意外发现他们正与游戏里的攻略对象一起 他们出生在五大贵族 比如红毛就拥有火系魔法 粉丝们根据发色脑补一下属性吧 值得一提的是谁属性的蓝毛 她是游戏剧情里的男主角 也是国王的独生子 完美结局里 她最后就跟女主角在一起了 看见这些熟悉的角色 女主决定趁现在就去留下坏女人的印象 但她对反派却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认为坏女人必须心机深沉 表面上可不能让人认为没有教养 红黄白绿看着这个礼貌的丫头都非常喜欢 误打误撞就留下的好印象 但蓝毛王子却没什么兴趣 她只在意三兄弟今天说的剑术交流 女主也终于想起正事了 她专门过来就是为了学剑的 但三位哥哥却不相信丫头完成了每一训练 自顾自就开始给王子演练剑术 剑哥哥们都不相信 女主决定用实际行动展示 自从开始学习剑术一年后 女主每天还只是练习最简单的挥剑 哥哥表示这是最重要的基础 这样的训练十分枯燥 要不是成为伟大反派这个梦想 她早就受不了这种生活了 但在过去的这一年里 杜克王子来自家串门的情况越发频繁 女主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毕竟这是游戏剧情开始前的时间点 而且今天杜克王子还主动向她搭话 问她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学习剑术 女主当然不能直接说是为了成为反派 只好随便扯了句为了有世上最强大的握力 王子也属实没想到是这样的回答 只觉得这个丫头实在很认真又很可爱 这时女主哥哥看见了这一幕 她似乎发现了王子对自家妹妹感兴趣 就这样又过去了一段时间 这天女主请求前往王室图书馆参观 但她不知道的是 今天也是五大贵族齐聚开会的日子 所以游戏里的男角色也都齐聚在这里 更让女主没想到的是 国王居然专门来找她 原来会议的时候 国王从女主附近那 听说了女主最近的行为 或许是认为她是个可造之材 专门过来亲眼看看这个小丫头 而且还询问女主对于王国的处境有什么看法 虽然这是国王考验的意思 但女主可不知道这些 只是疑惑国王居然跟一个八岁小女孩聊政治 而在女主心里 作为一个合格的反派就必须度过这一关 直言王国虽然是个大国 但他不认为这是个好国家 虽然我国的经济很强大 可大部分的财富都在贵族手上 这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 某些偏远地区甚至没有温饱日子 对贵族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如此下去起义随时可能爆发 众人都惊讶地看着这个八岁小丫头 国王更是询问她该如何解决这种状况 而女主则是给出了一个完美的大胆建议 挑拨邻国国家分裂并与其中之一合作 随后从中获取大量的黄金资源 虽然听起来是天荒夜谭 但众人仔细想想却发现女主的提议意外的可行 事后王子对这个女孩也越发感兴趣 原本的冰山王子竟露出了笑容 另一边 王国今天发生了另一件大事 传说中的神秘金玫瑰竟出现了 情报称是一个面包店老板的女儿 出生时所带来的异象 而在王国的传说里 带来金玫瑰的女孩将和王国统治者携手 引导人民走向和平拯救世界 而王国血脉的人选则是蓝色玫瑰 杜克出生时蓝玫瑰正式为她所开 只要双方结合 这个王国必定会繁荣昌盛 自从得知王国 还有人连明天的温饱都无法解决 女主认为作为真正的恶女 就必须亲自去求证 只是父亲肯定不会允许 因此她只能偷偷溜出去 由于那里常年被魔法包围 只为防止十恶不赦的罪犯逃离 女主靠着魔法才能顺利进入 却发现里面的环境抽不可 无家可归的人只能以天地为床备 却不料很快她就被人发现 而来者只是一个盲人 对方劝她最好不要把剑 以免引起他人的注意 得知女主是为了亲眼确认这里的情况 男人将她带回自己的小屋 并自我介绍名叫威尔没有姓氏 还一眼看出女主是个贵族小姐 虽然她瞎了 却还是能察觉女主左右的脚步声有细微差别 说明她的中心并不平稳 借此判断女主身上别了一百件 再加上她身上的气味明显不属于震 而能进入这里证明了女主是个会模仿的贵族 原来男人以前在贵族城堡工作 只因一件不同惹怒了地位更高的人 于是就被弄瞎了双眼流放到这个村子 女主可能还不太理解 被长久遵守的传统 在这个时代不一定还是正确的 人们学习历史是为了让现在过得更好 如果不能合理运用就毫无意义 女主吃惊如此智慧的人竟然会落得这种下场 她想知道对方是否憎恨贵族 如果说不是那绝对是在撒谎 但她相信总有一天有人会理解她当时的所作所为 比起自己她更想知道女主来到这里的原因 不知不觉间女主说了很多 甚至也说了想成为恶女的终极梦想 威尔则只是一脸平静的听着 分别之际女主表示还会再来 即便阻止她也没云 虽然她清楚这样会让威尔为难 但她不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毕竟外面她还没见过这么智慧的人 威尔无奈答应要来只能晚上来 就这样两年半时间一花而过 她在坚持读书练剑期间会定期看望威尔 大哥也年满15进入了魔法学院 按照游戏进程圣女也是今年入学 并且肯定会被王子遇见 甚至双方已经互相吸引 她等不及想以恶意大小节的身份跟圣母作对 随后公子哥邀请女主去逛街 同行老哥警觉不能让他们单独去 路上女主注意到一家植物店 正好店主保罗又是公子哥的熟人 虽然店主也是贵族 却只是个随遇而安小贵族 因为擅长绿魔法所以才开了这点 店内的植物有治疗疾病抚慰心灵的力量 因此他也想靠这些知识帮助他人 女主一下就能说出保罗手指草药的名字和效果 为了更像是恶意大小节 他故意说这些都是常识 不知道的人肯定是学习不努力 不然如果说他只是读了很多书才懂得多 那就像是展示自己努力和谦逊的游戏女主角一样 这种话他是绝对不会说的 见保罗似乎没有生气 女主还以为自己这次装逼失败 事后王子吃醋红毛偷跑 绿毛也想跟他下次出去玩 但女主现在最想做的是参加剑术测试 父亲和老哥们却都坚持说绝对不行 老哥解释他才十岁而已 然而他们这个年纪早就通过了测试 如果不给个合理的理由他绝对不会放弃 却不料老哥突然失控大声呵斥他够了 老哥意识到失态想伸手安慰 却被女主直接派开 事后女主听到老哥跟父亲谈论刚才的事 于是立刻闯进去质问原因 他不想一直被当成小孩 父亲无奈不想可爱的女儿让他担心 所以约定等他15岁进入魔法学院之后 再告诉他原因 这才勉强先把女主拖住 只因女主还没意识到 他的剑术早就超过了儿童领域 如果让他参加剑术测试 必定会成为王国焦点不管是好是坏 然而当年女主与国王的对话 五大世家全都在场 他们隐藏不了太久 即便如此父亲也只是想给他一个简单的童年 此时女主却在抱怨 为了成为最棒的论女 她是一点时间都不能浪费 无奈之下只能去找威尔求助 因此今天她第一次白天来到村子 却发现了村子的真面目 这里没有秩序充满了暴力 一个小孩正在被一群恶棍欺负 女主想要上前制止 却遭到了威尔的阻碍 事后他们才将被霸凌的孩子带回家中 但以当前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在这里这种事他见过太子 由于没有药物生病受伤只能等死 因此他将孩子聚集在一起 教他们认字和算数 只有这个男还是个孤儿 但他的聪慧连威尔都自叹不如 但凡能获得良好的教育 必定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只可惜在这里诞生的孩子 一出生就会被贴上罪犯的标签 此刻女主才意识到 自己如今的环境是多么优务 即便如此她还是被大人保护着 虽然不想保护他人 这不是一个恶女该做的事情 但游戏女主角一定会伸出原始 她自我攻略不能做女主角 能做的事也是一种耻辱 于是女主找到保罗想要退烧的好药 这才帮助男孩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可她依旧认为自己很没用 女主意外发现 图书馆里竟然多了一片之前没有看到的区域 书架上摆满了她心心念念的魔法书 一级魔法只要有魔力谁都能使用 50级以上就需要大贵族级别的魔力 而记载的最高等级是100级 但游戏中王子和女主角都会100级以上的魔法 很快女主靠自学学会了5级魔法 却因为睡眠不足导致脑袋很当 此时国王又恰好嫁琳要跟她聊聊 女主兴奋的一批 只当作是她恶女的势力 国王开门见山她喜不喜欢这个国家 女主不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见女主不理解国王改变问题 她觉得这个国家的运行模式怎么样 女主坦言讨厌贵族优待的制度 毕竟说是贵族 但其中有多少无能者却身居高位 虽然她不是针对所有人 但成为贵族的条件是拥有魔力 可擅长魔法的人不见得擅长政治 反而平民不管多优秀 却因为身无魔力就连翻身的机会都得不到 因此当前的制度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人才 一想到这个她就头痛不如 然而王子却看出她是真的头痛 可国王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他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 然而女主无所谓被剥夺大贵族的地位 他自知只是运气好出生在这个家 但明知自己无能 却为了保住地位打压优秀人才就是作物 谈话结束女主刚一离开就差点晕倒 王子及时出现将她抱在怀里 随后见女主连吃药的力气动了 王子是真牛逼直接嘴对嘴味要就离谱 女主为了调查圣女潜入魔法学院迷落 却被一位女学生发现 对方自称丽兹是一位平民 毫无疑问能进入魔法学院的平民 无一眼前之人就是游戏女主角 得知女主想去教学楼 丽兹想也没想就带着她去 然而女主却知道 作为平民 她一定会在学校遭受其他贵族学生的罢了 两人在路上遇到了其他人 女主在被发现之前及时躲了起来 很快王子现身路过 圣女将她刚才遇到的事情告诉了王子 龙套们纷纷觉得两人十分般配 之前有人把丽兹课本藏起来也是王子发现的 按照游戏剧情的正常发展 圣女和王子最终会走在一起 女主则趁着上课期间 混进教学楼内的图书馆 里面的魔法书让她眼花缭乱 随后她注意到黑板上有道题目 很快学生之间就在疯传 图书馆有个小女孩在解答每周的新课题 众人吃惊那些课题总是很难 就连学院里都很少有人能答得上来 他们猜测应该也是个贵族 并且看起来一头黑发不过十岁左右 老哥一听生出不妙的想法 他们猜到那个人应该就是女主 本周课题是如何控制拉瓦尔 女主的答案是利用周边国家将拉瓦尔鼓励 趁其虚弱支持王国甲义伸出援手 并趁机要求获得特权 原谅哥吃惊这不是十岁的女孩能想到的方法 女主却是故意写出这个相当邪恶的答案 回过神才注意到还是暴露 在被老哥一顿训斥之后 女主又意外听到父亲与他人的争吵 对方表示他可能是分歧者 见女主在一旁偷听 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消除女主的记忆 不料女主保证会保守命 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利兹是分歧者 他误会以为是利兹的特殊才能被视为威胁 对方见女主误会便打消了消除记忆 女主认为利兹不会对王国造成威胁 所以没有担心的必要 事后却羡慕利兹这么快就被五大十家盯上 身为恶女他也不能落后太多 很快女主就掌握了十级的清洁魔法 但他还想越级尝试25级的净化魔法 只有这样才能帮助被封印的村子净化水源 此刻老哥前来邀请他一起喝茶 却没想到利兹也来了 老哥意外他们竟然认识 利兹解释之前帮女主带过路 就像老哥入学典礼帮助他一样 让利兹觉得这就是命运 他希望能花更多时间跟他们兄妹在一起 女主是真的服了 老哥三两下就被利兹彻底征服 王子却让他做到自己身边 此次他们是来决定学校展览要做什么 女主担心自己再会影响大家 殊不知外校的人也能参加 女主这才想起来 在游戏里这是王子和利兹感情升温的关键事件 作为坏女人让他不能袖手旁观 但可以给利兹上点强度 例如当他和王子亲热的时候上前表示 另一个念头认为不该用阶级欺负人 如果他想对付游戏女主 就必须光明正大与他作对 这是作为最强坏女人的尊严 利兹误会以为女主正在为她们出主意 女主听说过利兹可以使用所有魔法元素 因此建议她可以来一场魔法秀表演 本以为利兹身为平民不喜欢炫耀自己的力量 却不料利兹觉得很不错 在座都觉得很好是他没想到的 但利兹希望能和女主一起上台 虽然女主再三拒绝 利兹却掌握不好分寸不断劝说 王子刚提醒不要逼女主做决定 女主直接忍无可人表示对一同登台完全没有兴趣 每个人都有合不来的人 没必要强迫自己表现的很友好 利兹却并未放在心上 认为只要多联系就会成为好朋友 建老哥跟着帮枪 女主无奈只要不登台其他都好说 却没想到他会被盘问好几个小时 建利兹问他喜欢做什么 女主不爽使用魔法隔空拿到花瓶 并嘲讽这种花最适合他这种人 然而其他人却全体震惊 没人知道女主竟然会魔法 而且还只是十岁的典籍 女主感受到奇怪的氛围之道坏 原来分歧者说的不是利兹而是他 利兹却安慰他不用担心 其他人一定会帮他处理好的 女主不放心只能找威尔求助 此刻他才知道 这个世界的人几乎都是13岁之后才能使用魔法 他曾经也知道一个从小就能使用魔法的人 对方的才华受到外界的各种赞扬 并且很快就成为了80级的魂斗罗 但后来却毁灭了 只因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贸然尝试100级的魔法 结果导致魔力失控彻底丧失了力量 因此女主需要牢记 学习魔法必须循序渐进 此时被霸凌的吉尔被他们的谈话吵醒 面对女主释放了善意 吉尔却一副将人聚之门外的态人 只因长期被人霸凌 导致他的心灵完全封闭 女主可以理解 她知道如果莉兹在这里的话 一定可以轻易融化吉尔冰封的内心 一想到游戏女主能做到的是 她如果做不到的话 那最强恶女的面子该往哪个 女主见走冰封表示 或许就不该去管她的死活 毕竟只要活着她就不能避免与人接触 如果不给她吃药直接死了 或许对她更好 吉尔愤怒你个贵族懂得锤子 女主并未反驳的确不懂 毕竟他们的出生天差地别 但她需要为自己的药负责 如果吉尔真的一心求死 她不介意帮忙送她一程 女主很满意吉尔还知道反抗 只要她永远记住此刻的感觉 她会尽自己所能提供帮助 如果吉尔想离开她 也能带她一起走 吉尔不接她为什么要帮自己 女主却提醒不要弄错 帮她是因为想利用她 毕竟威尔说过她很聪明 吉尔没想到女主 和她想象中的贵族完全不一样 为了不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她心甘情愿被女主利用 事后关于女主会魔法一事 五大师家联合商讨出了决定 为了避免女主年纪轻轻就魔力暴走 他们决定时刻保持 对女主的观察和训练 确保她能控制自己的力量 却不料丽兹反而先一步魔力失控 只因女主建议她进行魔法秀表演 事后丽兹就一直为此练习 索性这次事故问题不算太大 再确认了女主对魔力控制的很好 老父亲才转达国王的决定 同意女主13岁就能进入魔法学院 两年半时间一化而过 女主从小萝莉成长为一名少女 如今的实力也到了八十级红豆罗 并超越了国王原本的期待 因此国王想请女主帮个忙 让她承担入学之后 成为立资引导者的责任 女主是怎么也没想到 原来自己提前进入魔法学校的条件 就是去当圣女的引导者 只因圣女就是个天生圣女 她比任何人都善良纯真 可光靠这些没办法让国民生存 国王交给她一份圣女 写的关于流放村的文章 女主看完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说是一派胡言 那也是胡言乱语 今后圣女将要一同管理这个国家 若她还是这么不切实际可不行 因此国王需要女主以身入局 将她引导成能独当一面的合格圣女 殊不知这和女主的人生目标相违背 父亲想要帮女儿回绝此事 毕竟这项任务会让她被当成坏人 听到能变成坏人女主就来劲了 只因圣女在学校受到所有人爱拜 甚至逐渐形成了个人崇拜 据说如今几乎没人会反对圣女的言行 只因一旦有人站出来批评圣女 就会被那些狂热支持者排斥憎恨 女主当即决定制伙我接了 并绝对不会辜负期望成为最强论 但女主也有个条件 就是带吉尔离开流放村 得知她已经去了两年半 老父亲直接就不行了 然而在那个贵族 看来毛骨耸男的地方 她却遇到了差点被人活活打死的吉尔 女主不满因为她是罪犯的儿子 所以有罪很不合理 以她的天赋如果接受教育 或许也会成为国之动量 不仅如此如果威尔想要出去 女主也愿意去找国王谈条件 却遭到了威尔的婉拒 自从被流放到这里 她就已经接受了命运 回程途中 女主意外被人扯住袍子求救 见对方浑身是伤 女主立刻带她来到村中的喷泉 不清理污垢就分不清伤口的轻重 只是这里的水质十分误会 女主来不及担心会不会引人注目 立刻使用净化魔法净化水质 见周围的村民都被吸引 女主又释放节界魔法遮挡视线 经过清洗才发现 地上的年轻女人的身体 被大面积烧伤以及化弄 右腿膝盖以下甚至全部坏死 吉尔认为对方死定 最近村中有人烧了一户人家 地上的人是唯一的幸存者 这种伤势在这里只有等死 对此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就连她自己也很清楚 女孩此刻终于意识到 就算这是游戏世界 就算她的人设是女反派 也不是什么万能的存在 威尔却问她作为最强恶女 难道也是相同的想法吗 她所谓的名垂青史的恶女 又是怎样的存在 那自然是始终保持冷静与谨慎 最讨厌倒表面形势 且知道内心深处都坚强不屈的女人 既然伤者自己都没有放弃 那她不坚持到最后就算不上真恶女 正好黑魔法中也有治愈魔法 可她会得只有缓解炎症的成功 女主决定死马当活马医 普通人只能治疗炎症 但她要是连烧伤都治不好的话 以后还怎么当世界最强论 终于伤者的烧伤总算是治好 但她坏死的小腿却必须截治 等伤者醒来发现腿没了直接心态崩了 可很快又因为捡回一条命而庆幸不已 如果今天遇到的是别人的话 等待她的就只有死亡 女孩叫雷贝卡 女主不需要她的感谢 作为报答她要当这个村子的救世主 于是女主将她打造成从死亡边缘复活的奇迹 也是将指引村子的救世主 指引女主需要她帮忙搜集村民的神明 好让她用圣女为借口当个坏女 事后吉尔第一次离开被封印的村子 看着里外宛如两个世界的外界 吉尔不解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 却要被困在另一边狗活 女主却让她今后只管昂首挺胸做自己 随着女主第一次光明正大进入学校 女生们上前表示听圣女说过她 不仅自来熟还擅自触摸她的修法 介意幻想她老哥的头发是什么触感 女主不客气地拍开对方的手 并指责他们没有边界 随着圣女带着护花使者闪亮登场 绿茶们开始反而倒打一耙 委屈被女主又打又骂 女主不爽初次见面 就装自来熟的样子很惹气 圣女认为这不是伤害别人的理由 希望女主能勇敢道歉 女主拒绝不需要 她来学校不是来交朋友的 吉尔担心这样她会犯众 但女主却对初次亮相满意的不行 却不料下一刻女主就突然从眼前消失 原来是王子强行使用传送魔法 将她带到身边 并自以为很帅地对女主必拥 女人 你为什么要答应陛下的任务 按照游戏剧情发展 此刻王子已经爱上了圣女 女主以为她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坏女了 她表示自然是因为这样 就能任凭她的喜好对圣女进行责任 有了陛下的命令 她也不会因此受罚 王子犹腻地勾出送给女主的项链 她以为王子是准备将其扯断 却不料王子直接就亲了上去 大眼睛 王子不认为因为这点程度 就脸红的她能干出什么坏事 女主无语直接先溜为敬 她没想到王子竟然是这种人 但不管怎么说 刚才的失态不是恶女该有的样子 必须尽快转换心情 于是下课后 女主再次找到圣女 不出意外她的周围 依旧围满了狂热脑残葬 既然舞台已经搭建好了 接下来就轮到她表演了 女主开门见山 想和圣女交流她的文章 圣女认为应该人人平等 这个国家的分配制度有问题 首先就该撤销流放村周围的结界 获得自由的村民 才能幸福生活 外面的人也会高兴多了新邻居 所有人都快乐的话 就不会有不平等 女主毫不客气批评 她的观点太肤浅和理想主义 只赢光是所有人平等 就是不可能的事 她文章的内容 只是无聊的梦华 按照游戏剧情 圣女不断诉说自己的观点 让攻略对象的好感度暴增 而论女千金最终 被反驳击败处于劣势 女主却不打算跟着圆剧行走 反而是加大力度继续输出 圣女认为摧毁隔离结界 就能消除不平等 事实却是会导致社会治安的恶化 舔狗质问她凭什么 认定村民获救之后就会乱来 但无关的第三者擅自认为 获得自由就能把长期 受到欺安虐待的怨恨 一笔勾销才是真正的傲慢 圣女需要冷静地认清现实 把该做的事情一件一件做好 而不是像她的文章只有假大控 却不料她的老哥 第一个斥责女主够了 女主不罢休继续火力全开 她不觉得自己哪里说的不对 反而他们这些人 只会不乱吹捧 一点用都没有 圣女不开心了 说我可以不能说我朋友 却忘了她才是最不公平的人 与生俱来的可爱容貌 无与伦比的魔力量 以及前所未闻的全属性精通 她的存在简直就是不平等的化身 相反她却没意识到 自己无脑说出的话 有多大的影响 当她大放厥词 却无法解决问题之后 被连累的人往往都是最弱势的群体 圣女高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但即便如此 她依旧不会放弃追逐自己的理想 女主很满意 但她希望圣女以后能说点有用的东西 女主却感觉和圣女的第一次交锋很不错 下次圣女要是在说些假正经的东西 她还是会当场打她的脸 女主是从来没有想过 伪光正的圣女会不会歧视才是腹黑坏语人 她的傻白甜或许只是伪装 而攻略对象可能全都遭到了洗脑 自从上次女主当众疯狂打丽兹的脸 也让她在学校成为众矢之地 几乎所有人看她都会带上仇恨的眼神 吉尔实在想不明白 丽兹只不过是在茶话会上 说了一堆假大碰的废话 就让大家变得如此疯狂 可也正因为如此 意味着女主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引导壁兹 换言之她的名声也会更丑 随后女主再次回到流放村 根据雷贝卡的调查 当前村民对外界抱着极大的负面情绪 更有甚者还说要出去抢劫看到的一切 女主让她注意安全第一 毕竟她的腿脚不方便逃跑 殊不知如今所有人都知道女主是她的靠山 没人敢对她干坏事 可虽然大家嘴上都说想要改变是痴人说梦 但她发现众人其实还是有一点小期待 因此这让她很有动力 雷贝卡清楚真正需要改变的 其实是村民自己 雷贝卡很好奇 女主作为一个局外人 会觉得村子有可能重获自由吗 丽兹虽然无脑 但多亏了她的强大影响力 这里已经开始引起别人的关注 只是还没有具体到能采取行动的阶段 毕竟这种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所以也不用急于求成 雷贝卡希望女主能带一些这里能种植的庄稼主 却不料女主直接回局不报 只因坏女人从不适时 吉尔提醒要跟女主谈判 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会继续向女主报告 女主很满意他总算上当 事后老哥亨利突然找女主搭话 最近女主很少见他跟双胞胎老哥艾伦在一起 以前亨利一直觉得比任何人都了解艾伦 但自从他们认识丽兹之后 艾伦就变成了丽兹复读鸡 天天丽兹这个丽兹那个 这时丽兹却告诉他只需要做自己就好 丽兹的话就像肝泉滋润了他干渴的喉咙 顿时让他感觉得到了救赎 可即便如此当时女主跟丽兹的辩论 亨利觉得女主没有说错 当其他人都责怪女主无理取闹之际 只有亨利觉得丽兹的观点过于天真 却不料因此反而得罪了艾伦 自那之后亨利就不想再跟圣女和舔狗们一起玩 因此他想知道女主到底打算做什么 毕竟他从一开始似乎就在跟丽兹对着干 女主却表示没什么 虽然老哥不相信却也不再强求 他此刻是来通知女主参加国王的下次茶会 大哥提前就警告他不准乱说话 女主知道这次茶会在游戏中叫做圣女测试 原本作为反派的他应该没有收到邀请 因此女主以为这也是对他的邪恶测试 面对丽兹的主动示好 女主一点面子也不给 认为自己出现他肯定不开心 在原本的剧情中 想要解锁真结局 就必须选择最正确的回答获得高分 然而女主不认同那些假正经的答案 此刻茶会上可攻略对象全员到齐 几个哥哥和游戏中一样开始讨厌他 唯一不同的就是亨幕 对面红毛和眼镜男对他的反感已经写在脸上 黄毛和绿毛则都很奇怪 黄毛不论对丽兹还是女主都保持友好的态度 绿毛则过于理性 仿佛是刻意演绎乐于助人的样子 无法看清他的真面目 最奇怪的就是王子 游戏中他明明只对圣女微笑 从而激起了反派对丽兹的仇恨 国王提起女主三年前的预测 杜兰小国真的经济崩溃了 圣女不可置信 三年前的经济政策应该成功了才对 却根本不了解生产力和购买力不成证 她说的政策只是当时的短期刺激 看不清更远的将来就认为事情解决了 她还是那么天真 女主认为王国不能事不关己 因此丽兹有什么意见 圣女继续犯蠢希望与对方结王 女主经了王国能得到什么 圣女反而觉得只看得失才是最可悲的 眼睛难不爽她这么会反驳 那就拿出自己的高见 她认为应该趁机将杜兰变成附属物 只因比起小国 王国更应该担心另一个大国拉瓦尔 王国接管杜兰虽然没有好处 但要是被拉瓦尔接管只会让王国损失惨重 圣女继续发表逆天言论 那小国的人们怎么办 却没想到如果为了小国的幸福 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危险之中才是愚蠢 国王很高兴他们的激情辩论 认为有圣女和田狗这些卧龙凤厨是王国的幸运 然而国王前脚刚走女主也赶紧开溜 只因没了国王 田狗们就原形毕露将利兹夸得天花乱坠 事后亨利主动找基尔套花 得知他就是流放村的人 毕竟他似乎除了女主谁都害怕的样子 基尔恼羞成怒关亨利什么事 殊不知他可能会成为女主的弱点 如果基尔想一直跟女主在一起 那就必须隐藏自己的情绪 否则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毕竟他这个妹妹似乎很讨厌圣女 又喜欢找圣女的麻烦 所以很招人记恨 女主否认并不讨厌圣女 却又不能告知事情 莉兹无疑就是独腕无吐的主角 他很特别讲话又好听 多平凡的文字在他嘴里也像是救赎的话 以前他不认为会喜欢这种类型的女生 结果却被啪啪打脸 吉尔给出了一个壳 有没有可能是受到魔法的影响 女主陷入了沉思 的确所有事情都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 即便是主角不正也太过逆天 老格认为不可能 虽然有魔法可以暂时控制人的思想 但长期控制却很不现实 但他们不知道不代表没有 女主还没看过那些用古代文字写的魔法书 所以不能笃定 虽然连女主也不敢相信莉兹是个粉切黑 但她对莉兹的了解又都是来自于游戏设定 如果莉兹和她的角色一样也出现了变化 也不是没有可能 可下一刻吉尔的呼救声就将她从思绪中打断